国民看过来 新财长许玉哲税改出招 鼓励扣底额渴望提高 应该百分之百的扣底 到这提高多少 他也没有讲清楚 所以这个投资人在观望 所以他的政策不好 所以每天的成交量 就不会放大 增加当然好 但就怕给的不够 甚至想要恢复全额抵扣 财长说不太可能 会不会完全恢复到以前 全部可以扣底 两岁合一扣底次 目前大概很少国家 能够扣底百分之一百的 所以说我想不太可能恢复到扣底百分之一百 任何方案都可以检讨 不止鼓励抵扣 废除富人税议题 再度被端出来讨论 你不要变成减税部长 人也不会太好 检讨富人税 劣税改优先 看起来你要把45%拿掉了 我们45%一定会留着 假设因为税率太高了 他就离开台湾了 反而没有扣到税 富人税 他该缴多少就多少 你不要来一个巧利明目 不过富人税退不退 小老百姓恐怕无改 财长也说要改最快等明年 但中所税退税 7月底第一批就能领到 冬生产业新闻终合报道 4月2日 再说